洞穴探险到底能有多苦 极品少女冒似穿行死亡洞穴 柴可夫机动 入洞的探险者 只可脚朝上头朝下的近日 如此致死的姿势 注定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冒险 柴可夫机动最窄处 仅有25厘米 但凡你体重超过100斤的 你都没资格入洞 奔赴这场必死的探险 维尔莎作为专业的洞穴探险者 即便是咬碎了后槽牙 也无济于事 此刻 她的身子被洞穴的岩壁卡得死死 求生欲致使维尔莎拼命地挣脱 但此刻就好比被巨蟒缠身一般窒息 在挣扎了几分钟后 维尔莎已经乱了方寸 随机情绪也近乎崩溃 其实洞穴探险是极其致命的极限运动 一旦被困获救的几率几乎为零 像这样获救的都是运气好 但维尔莎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前行 仅仅是一段100米的极窄隧道 她就显得如此吃力 可见柴可夫机洞的爬行难度 这粗狂的呼吸 就知道美少女的体力消耗得巨大 眼前是她即将要穿行的隧道 她直言这可比死难受多了 为了能成功穿过柴可夫机洞 维尔莎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的磨动 肉眼可见 越往深处钻 洞穴会越窄 维尔莎面临的风险会更大 经过一番攀爬 她来到了洞穴内万丈悬崖处 她准备下到崖底 找寻进一步的出口 而崖底的光源 是她将户外手电扔下去照亮的 在一番牵引下维尔莎顺利到达谷底 而眼前恐怖的水域 才是真正对维尔莎生命构成威胁的看